雲二 講回來其實 永威在雲二好久哦 雲二創團的時候妳就是這樣 我們兩個都是 創團舞者 一起進去 當年一起打拚的經歷應該 感情很不一樣 剛剛永威說 因為曼菲老師的招歡 大家都愿意来跟云二合作 因为我们1999年成立那九位舞者 每个人都是明星 没有 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曼菲老师精挑戏选 他要让他的整个团 看起来就是漂亮的 所以那九个人亮出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一团也是明星团 就印象到明星团 从灾区走起 卸下 立即卸下他们的光环 跟人在一起 曼菲老师是一个正面能量很强的人 你会被他感染 然后你会觉得 好像对未来有很 就是如果我进这个团 我可以有好多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希望 然后又是我最 做我最喜欢的事情跳舞 所以我就 就好 我就进来 就跟我妈说我不回去了 然后就在云二 我其实印象很深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我们老师不常来 但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很帅心 然后带东西给我们吃 然后跟我们打招呼什么 然后就走了 就他不太管我们 给我们很多的空间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在那个时候 因为只有九个人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家里没有大人 可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变成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 当那个大人 就是 对 就独立 就我们好像每个人就都可以 做主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很信任我们 云门整个体质啊 因为曼菲老师的自由开放 我不能讲放任 可是他的放任会让你产生绝对的责任感 因为他放任虽然自在 虽然就说加油所有的人 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 当他这么轻盈的离开的时候 你就要更努力 当年1999年云门2成立的时候 是曼菲老师带着大家 他是当时的艺术总监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曼菲老师 作为一个朋友 作为一个一起工作的伙伴 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还来不及欣赏他的风采 他 他通常一出现我们大概 就会 忘了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太有风采 所以要真的进入话题的时候 他大概也就离开了 就很快的来很快的走 很快的来很快的去 他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明星 我觉得他真的是明星 然后漂亮 然后所以每个人都会看着他 他脑子动得非常的快 然后处理事情非常有效率 那作为行政在刚刚工作的时候 因为像原本这种思绪又非常缜密的人来讲 所以跟老师工作有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他会碰 马上就回应你 对 然后我最近还跟同事聊到说 我如果要跟曼菲老师 今天要review一天今天的工作的话 我都要先写好一张传针 然后现在这个传针要什么时候发呢 我下班前 我已经背好我的书包了 然后我就在那个传针记里面 我把曼菲老师的传针 一传出去之后 我赶快离开办公室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可能会在三分钟之内 就打电话给你 然后就着那个传针 一一告诉你他的答案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 他那个时候答案都有点仓促 或者是我觉得还不够有时间 所以我就逃离办公室 不接他电话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吗 对 好 谢谢你给我一个 下台阶的时刻 所以当我隔天 进到办公室一坐下 低通电话觉得是曼菲老师的 可是我觉得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这个事情就比较有一点感觉了 老师会稍微思考一下 他可以提供更多的讯息 其实是因为我经验不足 那个时候才 一个翅膀都还没长好的小鸟 然后要承接这么多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老师如果太快给我的话 我其实也无法想象 那个更后面的事情 那你这一招也蛮妙的 这一招后来被老师也试破了 不过他也认了 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经验 其实曼菲老师后来生病之后 我们知道他就是心心念念 还是一直想着舞团 即便是他自己不舒服 有很多舞者跑去跟他看看他 可是当然还是会聊聊自己的混饶 自己的疑惑 他还是耐心一一解答 我其实一直记得到老师 其实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 我记忆尤其深刻 这些不舒服跟难过 难受 它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过 这个其实是让人很心疼的事情 对 可是我是说实在话 他怕大家担心他吗 他一向都如此吧 从我们1999年认识老师到他离开 我从来没有在老师面前 我看不到他的 就是他在我们面前 他是永远是很阳光 然后给我们 给我们力量的人 他好像不把他那个脆弱的一面 表现在我们 从来没有 面前 对 即便他生病的不舒服 也没有 他还是依然勉励你 给你力量 然后会 在医院还是 我们还是会 他会请 请家人打电话给我们 要我们赶快去医院 他有很多事要跟我们说 然后你到的时候 他还是会告诉你 很多事情他有什么样的做法跟想法 可是其实是心疼的 是 可是我觉得就在曼菲老师 所以 我觉得 后来在我们身上的学习是 当你看到你的伙伴 也许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知道你可以给予他的时候 我会想起曼菲老师的样子 也许我会 我可以接受到那个 可以给力量的人 所以当你学会给力量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扶持你的伙伴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 就是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 但我们比较 我们真的比老师脆弱太多 我们还可以表现 但是有另外一个会承接曼菲老师 曼菲老师给的那种 疗愈的力量 我记得那时候 2012年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 那时候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我就想到曼菲老师跟柱子 那我会觉得好像完成了二团的一个某个阶段性的任务 因为其实曼菲老师她很希望我们被看到 然后 然后 然后刚刚勇威讲的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她 所以二团 其实二团也 她跟别的团不一样是 彼此之间很紧密 然后我们常常 互相给彼此鼓励跟力量 那那个东西我觉得很多 很多的 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曼菲老师 她这样子对我们 其实我对勇威的印象非常深刻 渝门户外演出的时候 勇威就是那个hold住现场几万人的那位 亮丽的主持人 那个时候你看到台下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先回应你这个事情 我不hold住什么事情 好 渝门的户外演出是集众人之志的 那是一个从1996年来 每年都必须操练的一件事情 全部的渝门人把渝门户外当做一个 夏天必须要熬过 盛前是全力以赴的事情 那是唯一渝门要全部 全部的人要参与的事情 技术行政舞者 然后我们还要有赖 每一个场次有将近一百五十个义工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要开始服务 即将在演出现场上万人的观众 我也不过 只是做个开场 然后做个开始 是 所以 我自己是从 一样跟大家一样 在下面工作的 所以 忽然演出是非常让你 爽的一件事情 你做完之后 是 又爽又累 又爽又累 然后 但是明年一定要再来 值得回味 但是再次碰到的时候又开始了 但是做完仍然开心了 因为只有那个时刻你会发现 每个夏天所有的观众就坐在那边 期待着 对 然后我们就开心着 然后因为过外演出 你要知道所有的危机处理 对 我就认认真真地知道 这就是于门做事的风格 对 你能不想到的全都想到 想到而且还有各种预备措施 方案 备案 对 下雨天怎么办 对 模拟 然后 决定怎么操作 然后让观众任然在过程当中 好像任然有所进行 其实户外演出是一场大戏 我感受过那个现场 我觉得那个现场是台上的魔力 跟台下的那种意志力 我觉得在那个场子里面交织着一种 很奇妙的能量 我必须要说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能量 然后你当在台上 你看到台上舞者的舞蹈 然后台下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演出的风景 他们这样看着期盼着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刻其实对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云门每年都有户外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演出 从一开始 春痘一开始到今天为止 春痘都没有中断过吗 有啊 2012年 我们去了美国 就那一年 就那一年 就是因为去美国演出 我们痘到美国去了 所以也算有痘 是 只是不在台湾痘 不在台湾痘 就是即便我们面临2006年 曼菲老师走了那一年 我们也没有中断 没有 没有想过要休息一下 票都卖了 眼泪收一收 上去 上去跳 2008年 云门排练场火灾 那一年的行程 也没有一场 是断的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 没有坚持 该做的事就是该做 就是我们的专业 可以这样说 但是就已经决定 好好做的事情了 大家其实都准备好了 说什么都不可以中断 所以今年的春痘 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嘉青 一样是三个编舞家 黄毅 钟龙跟布拉 布拉瑞亚 然后还有吴国柱的段章 吴国柱的段章 对 谢谢云门2 每年春天都带来这么精彩的春痘 除了痘去美国没看见之外 每年都跟大家相见 非常感谢 我们也非常期待春痘在四月 再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永威 谢谢嘉青 谢谢 谢谢